我們上禮拜最後我們介紹了這個Hack 這一部電腦的Machine Language 不過其實我們大部分談的是它的Assembly Language 也就是說如果是文字版本的 那就是Assembly 那如果是0101的就是Machine Language 那在Hack裡面呢 我們基本上不會用它的Machine Language來寫 我只會告訴你說呢 怎麼樣來做這個 從Assembly轉到Machine Language這部分的翻譯 那我們兩週之後呢 我們會大概講一下 一個簡單的Assembler怎麼做 Assembler就是把這種文字版本的Machine Language 轉成這個Binary版本的Machine Language 好 那我們這個 首先我們很快的Review一下我們的Hack Machine 那我們上禮拜有談過呢 Hack Machine大概它會有一個螢幕一個鍵盤 然後呢 會部電腦 電腦上面有個按鍵叫Reset 然後呢這部電腦會連上一個螢幕 跟一個鍵盤 那我們最主要的設計呢 其實是在這個電腦的部分 特別是它的CPU的部分 好 這大概是它的一個結構 然後有CPU在中間 它的這個 Instruction Memory 跟它的Data Memory是分開來的 那它Instruction Memory是個ROM 然後呢是32K 它的這個Data Memory呢 是個RAM 其實只有16K啦 應該是32K 對32K 32K沒錯 因為它的位置 我們上台課有看到 它位置呢是15個bit OK 好 那這是跟一般的 特別是比如說 跟我們Toy Machine 或是跟我們一般 所見到的這個電腦的結構不一樣 我們大部分的電腦呢 它的Data跟Instruction 會放在同一塊Memory裡面 然後在Hack裡面呢 這個Instruction跟Data呢 是分開來的一個Memory 然後這是它的CPU的內部 那這在 下下禮拜呢 我們也會談到 怎麼樣設計這個Architecture 這其實是你們的第五個作業 那它CPU裡面呢 有2加1個暫存器 有兩個暫存器是真的暫存器 包含A暫存器跟D暫存器 那D呢是forData A呢forEdges 然後另外加1那個暫存器呢 叫做M暫存器 這個M暫存器呢 其實並不是一個真的暫存器 而是呢 透過A暫存器指射到 記憶體裡面的某一個Word OK 我說那個M暫存器呢 其實在記憶體裡面 那它是哪一個 記憶體裡面的哪一個Word呢 是看A暫存器 A就是一個位置 它就指向記憶體裡面的 某一塊這個某一個Word 那就是相當於呢 那個Word呢 就是我們把它稱為M暫存器 所以我說2加1個暫存器 兩個暫存器是真的 一個暫存器呢 就在記憶體裡面 而這個暫存器呢 會隨著A暫存器的內容不同呢 而會指射到呢 不同的 這個記憶體裡面 不同的Word OK 好 那這大概是它基本的架構 那我們說呢 它支援兩個 兩種指令 第一個指令 叫A指令 那A指令呢 它的Assembly的形式 長像這個樣子 小老鼠的符號 後面加一個數字 OK 那這個目的呢 就是把這個數字呢 載入到A暫存器 那它的Side effect呢 就是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它會同時改變了M暫存器 所指射的那一個位置 因為呢 A暫存器呢 的內容更改了 所以呢 M暫存器呢 存在記憶體裡面的位置呢 會隨著A暫存器的內容更改而更改 OK 這是它一個Side effect 好 那另外一個指令呢 我們稱為所謂的C指令 那C指令的格式呢 稍微複雜一點 那C是For Computation 那 有三部分 Distination Computation 跟Jump 那只有Computation這一塊呢 是一定要有的 另外兩個呢 是Option 看你的指令需不需要 需要你就有 不需要你就沒有 OK 好那這三塊分別是什麼呢 Computation可以是這些可能性 是這些可能性 那上面這一行呢 我們說過呢 其實就是 你們第二個作業所做的 Hack ALU所支援的 這一些運算 那只是上面呢 是 X跟Y呢 分別是D跟A 下面這一行呢 X跟Y呢 分別是D跟M 也就是說呢 你的X到你的ALU的X呢 一定是D 那到你的這個 ALU的Y呢 可以來自於A 也可以來自於M 這Computation可以做的事 也就是說呢 除了 這邊所列的字串之外 其他的所有東西呢 都不可以出現在Computation這裡 比如說2 2是一個常數 比如說你可以寫0 你可以寫1 你可以寫-1 你可以寫-2 因為2呢 並不是ALU能夠運算出來的 同樣的道理呢 這個D加2也不行 D加1可以 D減1也可以 OK 好 那另外一個 A加M可不可以 A加M也不可以 因為呢 A跟M呢 都是要從Y進去 所以你不可以做A跟M 因為你的X呢 一定是D 所以你只能做D加A 或D加M 你不能做A加M 那這邊就是所有可能性 列在這裡的 就是你可以放在Computation的 沒有列在這裡的 就是你不可以放在Computation OK 好 那這個Distanation呢 基本上呢 我有三個佔存器 A佔存器 D佔存器跟M佔存器 那他意思就是說呢 你計算完的結果 要不要寫到 這三個佔存器中的 任何一個 或任何一些組合 所以呢 三個佔存器有八種組合嘛 都不寫都寫 寫一個寫兩個 所以總共有八種組合 OK 好 那Jump這一邊呢 就是 計算的Computation 跟0的比較 也就是說呢 你計算出來的結果 比0大 比0小 還是等於0 那大於等於小於呢 要不要 成立 要不要跳的意思 也就是說 這個條件如果成立 Jump所規定的條件如果成立 那麼呢 我的程式呢 會跳到A佔存器 現在所指定的 那一行就行 OK 那一樣 有三種條件 這三種條件呢 選或不選 有八種組合 那這邊就是 這八種組合 OK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 這個C指令呢 所能夠出現的 所有的可能性 就是 Destination的八種 Computation呢 有這快要二十幾種 然後呢 Jump呢 有下面這八種 OK 好 那實際上的執行的順序呢 我們先算Computation 然後呢 如果你有Destination 我就把剛剛算出來的結果呢 寫到你的Destination 如果你有Jump 我就把剛剛算出來的結果呢 去看看呢 你要哪些條件你要跳 如果這些條件有成立的話呢 我就跳到A佔存器所指定的那一行去執行 OK 好 那這就是我們這個HACK的Programming Reference Card 就是說如果你要寫HACK的程式 就是看這一張就可以了 那這邊 彈的是Assembly 這是Assembly OK 所以這就是HACK的Assembly OK 那我們上台可以有彈說 那你怎麼樣把這些指令呢 變成binary 比如說A指令的這個encoding呢 它的第一個bit呢 就MSB呢是0 就表示它是A指令 反過來講MSB如果是1的話呢 表示呢它是一個C指令 那這個A指令呢 它最後面跟的那個數字呢 是一個15個bit的數字 所以呢它就把這個第一個bit 就紅色我們標示那個0 後面那15個bit呢 就是這個value 的一個binary encoding 那C指令的encoding呢 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我們看到三個部分 紅色、藍色、綠色 那分別對應到呢 16bit裡面的 藍色、紅色、綠色 那些部分 所以 destination跟jump呢 基本上都是3個bit 那computation呢是7個bit 那其中6個bit呢 就是到ALU 當作它的condition code 那另外額外那個bit呢 就是要決定的y來自於A 還是來自於M 那剩下的大概就是都是固定的 前面3個bit呢是111 這是C指令的encoding 不過原則上就像我們說的 我們並不會直接寫 hack的binary的machine code 所以呢這個你大概知道就好 除非你要寫hide assembler 不然的話呢 原則上呢不會用到這個 好這我們上禮拜呢 大概談到這裡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開始呢 做一些練習 讓你們去熟悉呢 怎麼樣寫hack的assembly 這會牽涉到你們的作業4 你們第四個programming的作業呢 我們今天有賽啦 不過假設你們這個禮拜 不可能去寫它 所以我們是三個禮拜以後du 三個禮拜以後du 有期中考之後兩週呢 第四個作業du 那第四個作業呢 基本上就要寫兩個hack的assembly的program 第一個program呢做懲罰 第二個program呢 他會呢 我們大概會demo啦 就是說你如果按下鍵的話 螢幕就黑了 你的這個按鍵放掉的話呢 螢幕就是白的 OK 所以你們的第四個作業呢 就是要寫兩個hack的assembly的一個program 那我們今天呢 會做一些練習讓你去熟悉呢 hack的assembly大概怎麼樣 是什麼樣的一個風格 那hack的assembly其實是一個 比較特殊的風格 需要一點時間去適應 他跟大部分電腦assembly的風格不太一樣 最主要的困擾來自於呢 他的暫存器太少 他做兩個暫存器 A暫存器跟D暫存器 A的放位置 D的放資料 因為暫存器很少呢 所以你常常需要呢 在暫存器之間的搬來搬去 暫存器呢通常會是你寫 這個hack的組合語言的一個bottleneck 所以他寫出來的組合語言其實 有點囉嗦了 那最主要的困擾就是你暫存器太少 待會你就會可以 理解到呢 這個困擾在哪裡 不過我們剛開始看的例子相對簡單 所以你可以暫時還不會體會到那個困擾 好我們先來看第一個例子 我說呢我要你把這個D暫存器的內容呢 變成A暫存器的內容 減掉1這個結果呢放到D暫存器 OK 那首先你要看說 A減1怎麼產生 那A減1呢其實是可以從這個 ALU直接算出來 對不對 因為我們有這個X減1或Y減1 有個Y減1啦 A可以作為Y嘛 對不對 A可以作為Y嘛 那麼有Y減1嘛 這個hack的ALU可以算Y減1嘛 所以他就可以算A減1 所以A減1本身呢 可以用Computation來算出來 好了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呢 就是說如果你要算出來這東西 可以用ALU算出來呢 那這個事情呢就相對簡單 因為你就可以直接把那一個 你要算的東西呢 當作Computation 比如說A減1 這是你的Computation 那把結果呢寫到D 所以呢直接寫D等於A減1就好了 OK 所以這一行指令就可以做到 我要做的這件事 就是把A減1 A減1 A減1的內容減1 把這個結果呢寫到D減1 好下面這個 這個呢我要同時讓A減1 A減1跟D減1的內容呢 都是A減1的內容加上1 那一樣道理 你要去看A減1這件事情 有沒有可能用ALU算出來 如果可以的話 他就可以作為Computation 對不對 那一樣道理 我們有Y減1嘛 那A可以作為Y嘛 所以呢 A減1呢 是可以作為Computation 那這個呢 其實一樣 我們就Computation 就寫A減1 那問題是Distination呢 因為同時要A跟D 那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可以允許你呢 三個裡面 這個 認取 0個一個 兩個或三個 那我們現在取A跟D嘛 所以我就寫AD等於A減1 就好了 就是把A減1的內容 同時而善給A暫存區跟D暫存區 這個是HACK的Assembly呢 或他的Machine Code呢 直接支援的 OK 好下面這一個 D等於19呢 這個你如果寫D等於19的話 那就錯了對不對 就是 就是 因為你看這邊D等於A減1 你可能會想要寫D等於19 不過這基本上是不對的 為什麼 因為19呢 並不是你的A有U能夠產生出來的 那也就是說 19呢 不可以做在 放在Computation這一塊 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只好呢 先把19 再入到A暫存器 就add 19 OK 現在A暫存器的內容就是19了 然後呢 D等於A 我們透過A暫存器呢 當作一個 這個 暫存 就是temporary temporary的一個Variable 先把19放到A 再把A的內容呢 扣到B OK 那就可以達到呢 B等於19的目的 OK 下面這個呢 B++ 比如說D等於D加1啦 那D加1 可不可以用Computation算出來 可以嘛 X加1 D是X 所以就直接選D等於D加1就好了 這是相對簡單 躺在這個呢 我要你把這個 位子17的內容 Copy到D暫存器 這個相當於就是我們 這個toy裡面的load 對不對 toy裡面的load 我要把 位子17的內容 load到B暫存器 OK 好 那這個在hack裡面怎麼做 首先你看到RAM17 表示呢 你要先讓你的位子呢 變成17 才能夠找得到呢 RAM17的內容 所以你要先用A暫存器 把你的位子呢 設為17 所以這個 相當於說呢 A等於17 它的side effect呢 就是呢 M呢 就是 RAM RAM17 因為A的內容變為17 所以呢 M這個暫存器呢 就跑到呢 RAM17去了 就是它的side effect OK 好 所以你A的17之後呢 M呢 其實就是RAM17 那接下來呢 B等於M 對不對 現在把RAM17呢 Copy到D 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OK 好 再來呢 我要你把 Memory的5034 這個位子 的內容呢 變成D-1 所以你 左邊這一塊 你最後一定是 85034嘛 然後M等於多少 那問題是M等於多少 那一塊呢 不能用Computation算出來 如果可以那直接寫 如果不可以呢 那你要先算 右邊那一塊 好 我們先算這個 好 因為這一邊的D-1呢 是可以用Computation算出來的 因為它就是X-1嘛 對不對 就是X-1 所以呢 這個指令呢 其實我推這麼寫 85034 然後呢 M等於D-1 OK 好 那下面這個就比較困難了 如果你把RAM 53呢 變成171 下面 第7跟第6 基本上做得很像嘛 對不對 都是要把一塊Memory的 某一個位置的內容 換成你指定的數值 上面這個是D-1 下面是171 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上面這個D-1呢 是可以用ALU算出來的 可是下面這個171呢 是沒辦法用ALU算出來的 也就是說呢 你沒辦法像上面這樣寫 如果你把他寫成這樣 你可能會寫呢 這個853 然後呢 M等於171 這是不對的 為什麼 因為 Computation沒辦法寫171 OK 所以這個呢 第七個例子 會比第六個例子 困難 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171 不是Computation算出來的 所以你必須要先想辦法 把171伸出來 那怎麼伸出來呢 你就要透過A指令嘛 把171呢 先想辦法呢 再入到A暫存器 可是A暫存器 待會呢 又得要用來的這個 放53嘛 所以呢 你就只好呢 先把53伸出來 到A暫存器 再把呢 這個A暫存器的內容 Copy到D暫存器 用D暫存器 當作一個暫存器 把53這個數值呢 先放在D暫存器裡面 然後呢 說錯了 8171 8171 把171這個常數 先暫時放到D暫存器裡面 然後呢 再 853 然後呢 再M等於D OK 那我就可以把Memory的53 的內容呢 換成D暫存器的內容 也就是呢 171這個常數 OK 好 最後一個例子 我要把Memory7的內容 加上1 把這個內容呢 把這個結果呢 把這個結果呢 存到呢 D暫存器 這個呢 反而簡單 雖然敘述很複雜 不過相對簡單 為什麼呢 因為呢 M加1 是可以用這個 computation生出來的 好 我們再看最後這個例子 我們再看最後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我說過 其實簡單喔 兩行code就寫完 怎麼做呢 首先我A的7 A的7會產生什麼效果 A等於7 M呢 會等於 RAM7 對不對 我稱它side effects 所以說呢 現在M呢 就是RAM7 那M加1 可不可以用computation 算出來 可以對不對 M可以做為Y ALU可以算Y加1 直接把結果存到D 所以我就直接寫D等於M加1 就好了 OK 那反過來講呢 如果我把這邊改成2 這件事就麻煩了 對不對 如果把這個改成2 1跟2差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M加2不是ALU可以算出來 所以你必須要先把 RAM7加2的結果先算出來 那怎麼做呢 你可能就是這樣做 7 D 然後呢 D等於A D等於M D等於M 然後呢 所以現在D的內容呢 就會變成呢 RAM7嘛 對 那你要把RAM7加2算出來 然後就寫 At2 那就相當於A等於2 然後呢 D等於D加A 那是不是就變成D等於 RAM7呢 加上2 OK 所以D呢現在就是你想要存的內容 這樣就好了 OK 因為它剛好寫到D啦 它剛好寫到D 所以我就寫D等於D加A這樣就可以 OK 好 所以你這邊可以看到 第一個你會受限於Compucation能夠升什麼 如果你要算的東西 Compucation可以升的 那事情就比較簡單 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通常把那個 數值先算出來 存到某個暫存器 通常是D暫存器 然後呢再把它呢 放到你真的要放的地方去 OK 好這是一些例子 一些簡單的例子 我覺得你要做到這些事情 那你大概要怎麼樣來做 這大概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所有這些例子的解答 好那有這些基礎之後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你怎樣寫一個完整的 這個Hack的Program Assembly的Program 並且呢利用模擬器去執行它 這比較像是你們的作業室會做的事情 也就是說呢 你要先用一個文字編輯器 把你的這個Hack的Assembly的程式寫好 然後存起來之後呢 再用這個Hack的CPU的模擬器呢 載入剛剛你所寫的Assembly 然後去執行它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用這個例子 我們來做這個加法 那這個例子很簡單 就是說呢 我要你把Memory0 跟Memory1的內容加起來 寫到Memory2 OK 那這一段Core呢 其實就六個指令 就是說我要把Rain1 Rain0跟Rain1加起來 結果呢寫到Rain2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一開始呢 先做At0 然後呢D等於M 相當於呢 把Rain0的內容 加起來 放到D 然後在At1 然後呢D等於D加M 相當於呢 把Rain0跟Rain1的內容 加起來 放到呢D占存器 那我要把這個加起來的結果呢 存到Rain2 所以我的At2 M等於D 大概這些指令呢 做出來的結果呢 就是把Rain0跟Rain1的內容加起來 結果呢寫到Rain2 好 那我要怎麼樣去做這件事情 首先呢 我會呢 打開一個文字編輯器 任何一個你喜歡的文字編輯器 不過它必須存文字的編輯器 所以你大概不... 最好不用Word去寫它 因為用Word去寫它呢 你要把它存成存文字的格式 OK 要不然的話Word呢 會加一些額外的一些修飾 OK 好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寫它 你就寫呢 At0 然後呢 D等於M OK 然後呢 At1 然後呢 這個D呢 會等於呢 D加M 所以呢 它就會把Rain0跟Rain1的內容加起來 寫到呢 D占存器 所以現在D占存器的內容就是那個核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核呢 寫到呢 Rain2 所以我就At2 然後呢 M等於D OK 好寫好之後我把它存起來 那我們通常會用.asm呢 作為它的結尾 那我把它叫做add 我這邊應該有存在名字啦 我隨便 我把它叫做 買add ok 然後呢 點asm 存好之後呢 這就是你寫好的組合園的程式 然後呢你怎麼去執行它 你必須要 你必須要 用呢 這個 課本呢 所提供的一個工具 那這個 應該是你們第一次用這個 你看你們之前都是用 hardware simulator 對不對 對這第一次 我們要用所謂的 CPU的 simulator 所以你到這個 課本的工具下載以後呢 就是它的目錄下面 你們之前用的都是 hardware simulator 那這次呢 我們第一次要開始用這個 CPU CPU的 simulator OK 所以跟你們之前 作業1到作業3呢 用的這個程式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開始在 CPU的level去模擬 這個 電腦 所以呢 我去執行呢 CPU的 simulator 好 那執行出來之後呢 大概會 像這樣一個程式 OK 好了 這是它的room 這是它的rem 那首先你第一步呢 你要先載入呢 你要載入呢 你剛剛寫的那個程式 那我剛剛寫那個程式呢 我把它放在呢 就是買add嘛 就是我剛剛寫的那個程式 我說我把它載入進來 你看到這是 它載入進來的 就我剛剛寫的那段程式 就是at0啦 就是那六行call 那這是 你也可以用呢 binary看它 這就是machinecall 也就是說呢 這個cpu的emulation 它去兼做assembler 它會先幫你把你的assembler 翻成binary code 再用binary code去執行它 那這邊它允許你呢 用 這個binary啦 或者是用hessadecimal 或者是用text的方式 去看你的code OK 這是我剛剛寫的那段code 好 那這段code的目的呢 是把memory0跟memory1加起來 結果呢寫到memory2 所以呢 你必須要先assign一下 這些數字 所以呢 我就在這個memory這邊 你可以自己 這模擬器允許你自己去更改memory的內容 就是右邊是你的data memory 那我們講要做8加9 所以呢我一樣呢 把memory0變成8 然後呢 memory1變成9 OK 好那接下來呢 我就準備執行這段code 不過在準備執行這段code之前呢 我會先建議你呢 把這個animation的關掉 這個模擬器為了讓你看清楚整個運作呢 其實它有animation啊 還有一些模擬的速度的設定等等 那通常呢 如果你不把這些關掉呢 它的模擬會比較慢 你大概不想等那麼久 那如果你想要快點看到結果 我建議你把這個animation關掉 然後把這個模擬的速度呢 調到最快 OK 好整個設定好之後呢 你就直接 這邊是執行一步啦 執行一個指令 這邊是呢 就從頭執行到尾的意思 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也可以一步一步來 我就先一步一步來 所以第一個呢 這個 at0嘛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alu 這是我們的alu 你看上面呢 我們的x呢 就來自於d戰程序 下面呢 y呢 可以來自於a 或來自於m 這個很不幸 它寫的比較死一點 所以這邊你可能看不到 如果電腦有比較大的解析度的話 你可以看到整個alu 比如說它算出來的結果等等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我就用d等於m 然後呢 at1 然後呢 d等於d加1 你應該會看到呢 這邊應該會出現呢 17啦 就是把8跟9加起來 結果17 然後呢 再at2 然後a就等於2 接下來呢 就讓memory2呢 會等於17 你看到memory2呢 就被更改為17 如果你繼續跑的話 你會發現呢 它會繼續往下走 一直走到呢 整個走完為止 為什麼 因為你走完了 前面6個你寫了之後呢 它會繼續往下走 它會做第7行 第8行 第9行 所以如果裡面呢 有一些呢 之前沒有清掉的call 它可能會產生呢 像我們之前一樣 就可能會產生 類似中毒之類的一個 或是呢 就out of control 因為它會執行一些呢 並不是你有意義要執行的指令 也就是說你如果沒有 做適當的處置的話 當它執行完呢 你要執行的部分之後呢 它會繼續往下走 所以呢 那當然我們知道在toy裡面 你就加一個holt halt 指令0 表示呢 程式結束 它就不會再往下執行了 而且在hack裡面 並沒有這樣一個holt的指令 那所以通常呢 我們在hack裡面呢 會這樣來處理 也就是說呢 我們在程式的最後面 加上一個無權毀權 我剛剛我們前面寫了6行嘛 012345 就前面6行 所以呢接下來我第7行呢 因為我們剛剛的這個程式呢 前面寫了6行 從指令 位置0 當然我這邊談的位置呢 是這個instruction memory的位置 我們剛剛從位置0 一直寫到呢位置5 那這個就位置6 這就位置7 所以我寫at6 然後呢0 分號jump 這邊表示什麼 這邊基本上是一個無 jump呢就是一個 任何條件都要跳 跳到哪裡呢 跳到第6行 所以它會產生一個無權毀權 OK 它這邊就在第6行 第7行之間呢 產生一個無權毀權 所以呢我就可以在最後面 加上這樣一個無權毀權 以防止說呢 我的電腦去執行到一些 undified code 會產生一些呢 undified behavior 所以呢通常 在hack裡面呢 我程式最後會加上一個 無權毀權 以防止我的電腦呢 進入一個 我不知道在寫什麼樣的一個程式 OK 那這個就是你寫程式的時候 可能最好要加上這個啦 那你不加也可能沒事 不過也可能會有事 OK 所以最好我們會在程式的結束 最後呢加上這樣一個無權毀權 好了這個大概我們就看到第一個 簡單的hack assembly 已經怎麼樣去呢 把這個assembly呢 用text editor寫出來 存起來 用這個cpu的emulator去執行它 模擬呢hack的cpu運作的結果 那如果有錯的話呢 你就要回去再debug 把程式呢修正到 它的行為呢是你所 定義的那個樣子 OK 好了 在我們的hack assembly裡面呢 其實我們有 事先定義的一些 variable 讓你可以使用 比如說呢 比如說呢 當我們以後呢 談到R0的時候 那我們其實呢 R0呢 這個symbol 它對應的就是0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說過 hack呢 它的暫存器很少 可是很多時候呢 你需要暫存器 那怎麼辦呢 它就把data memory的前面16個word 把它當作暫存器來用 所以呢 R0到R15 就是相當於呢 我說我有15個暫存器 它分別對應到了 位置0到位置15 相當於我把data memory的前面16個word 當作是暫存器 OK 所以它這邊 就先定義了R0到R15 所以以後你講R3 就講位置3 OK 那也就是說 Assembler呢 你自己定義的這個variable 會從位置16開始擺 這我們下下堂課 講到Assembler寫作的時候 會變得更清楚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這個版本 就是說 你拿到的Hack Assembler版本呢 它會這麼來處理 它事先定義好了 這16個variable 或16個symbol 分別對應到R0到R15 那R0就是0 R1就是1 R15就是15 OK 好那它另外有兩個特殊的symbol 一個叫Screen 一個呢叫做KBD Screen呢是定義成16384 那KBD呢是定義成24576 這兩個很奇怪的數字是什麼呢 這個我們下一堂課 下下堂課呢 我們會談到這件事 也就是說呢 在Hack的Architecture裡面 我先大概講一下基本的概念 不過細節我們會等到 下下堂課呢 談這個Hack的Architecture的時候 我們再來談 OK我們說呢 這個Hack的電腦 有一個 這個 Instruction Memory 這是一個ROM 然後另外呢 會有一個Data Memory 這是一個RAM 然後我們說這32K 不過呢 在Hack裡面呢 真正你能夠拿來存資料的呢 只有前面那一半 這16K 這是你真正可以當作 這個Data Memory用的 後面有一整塊呢 這一整塊呢 會對應到你的螢幕 比如說這一塊Memory所描述的內容呢 就是你螢幕的內容 比如說 在RAM裡面 有一塊呢 是我們保留來對應到螢幕內容 這一塊你是不能用的 你只要改這一塊內容 你的螢幕呢 就隨著你更改的內容 而更改 所以從16K開始 就是16384開始 這下面呢 有一些 Memory 是用來保存 或是紀錄螢幕的內容 OK 所以它不能當作是一般的資料來使用 如果你把它當作一般的資料來使用 你基本上就更改了螢幕的內容 就是了 如果你可以改 只是你改了以後呢 螢幕就跟著改 OK 那再來呢 整個的最後一個WORD 最後一個WORD 這個會連到你的鍵盤 Keyboard 那也就是我們這邊的 應該不是32K啦 這邊應該是24K的尾巴 所以是24576 OK 那後面 其實基本上就是 它是16 加8啦 差不多是這樣 所以總共呢 16K加8K 就總共大概是24K OK 所以這個24576呢 這個WORD 這個位置呢 就會連到你的鍵盤 OK 那這為什麼我們有這兩個數字 Screen呢是16384 鍵盤呢是24576 那你不會自己想去記得 16384跟24576 這兩個奇怪的數字 所以你想要知道螢幕的內容 其實位置就講Screen 你想要知道Keyboard 你就講KPD 就可以了 OK 那額外呢 其實還有另外一些SYMBLE 像右邊那個SYMBLE table所說的 像SP啦 LCL ARG Risk Risk 那一部分呢是Virtual Machine用的 暫時我們先不要管它 暫時還不會用到它 OK 不過左邊這一些SYMBLE呢 你是有可能會用到的 特別是你的第四個作業 你會需要去更改螢幕的內容 更改螢幕的內容 更改螢幕的內容 好 那就是上面所說的 R0到R15是Virtual Register Screen跟Keyboard呢 都對應到IO OK 好 好那我們之前看到就是一些資料的搬移跟運算嘛 對不對 可是我還沒有看到Flow Control 那我們這邊呢 來做一下一些Flow Control的練習 那我希望你寫一段code 這段code是這樣 很簡單的一個 if then else 你去看看R0的內容是不是比0大 如果是的話呢 你就把R1變為1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把R1的內容變為0 OK 那你怎麼寫這段code 好 首先你要先拿R0來 然後去看R0是不是比0大嘛 對不對 好那我就很會這樣來寫 首先你要把位置編出來 位置0 1 2 3 4 我不曉得我寫多長 不過我先寫一些 我先寫到9好了 OK 好 那麼說你要去看R0嘛 所以你要先一開始先 8R0 那8R0是什麼意思 我剛才跟你講R0是個symbol嘛 對不對 就你定義的變數的名字啦 它叫R0 那你知道R0其實就對應到位置0 不過在這邊Case不重要 因為我要看的就是說 R0這個內容 是多少 所以我8R0 其實就8R0的意思 因為R0就是0嘛 OK 然後呢 D等於M 也就是說現在D的內容呢 就是R0啦 所以我現在問題就是看說 D比0大比0小 D比0大還是不比0大 如果比0大的話呢 我要讓R1變為1 好那這一段怎麼寫 好那這大概是這樣 就說 我有個condition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這個 condition呢 是True的話 我可能就要跳到這一邊 去執行它 那這邊執行的就是R1等於1嘛 對不對 那否則的話呢 我就讓R1等於0 那執行R1等於0之後呢 我要GoTo 這個End 大家跳到這裡來 大家懂意思嗎 所以我先去計算這個條件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話呢 我應該要執行這一段 然後就結束嘛 如果這個條件不成立呢 我就要執行這一段 那可是如果繼續往下走呢 你就執行到這一段 你不該執行的 所以我會執行完 這個Else的部分之後 就跳到End 就這裡 我就直接跳過這一段 所以這是Then的部分嘛 這是Else的部分 我大概這個意思 好所以呢 所以呢我接下來要判斷這個條件有沒有成立 如果成立的話呢 我要跳到 Then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Zen要執行的 好 所以說 這邊就有點不太自然對不對 首先我要先 At At什麼 AtZen的位置 Zen的位置是什麼 我不知道 我先稍微記錄一下 這個Zen這個位置 可是呢我還不曉得它在哪裡 因為它會出現在這裡 那可是我這中間有多長 我也不曉得 所以我先 這邊先不填 因為我還不曉得它是多少 然後我來判斷這個條件 那這條件是什麼 是D嘛 什麼時候要跳到Ren 它是說如果大於0的話 所以就是JGT嘛 也就是說如果D大於0 我就跳到Ren去執行 可是Ren是什麼我還不知道 所以我先留著 OK OK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 Else的部分 就是R1等於1 所以 這一部分呢就是要執行R1 R1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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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R1等於0怎麼做 就是AtR1 M等於0 OK 這是Else part 就是 4跟5這兩行做完 就是相當於讓R1等於0 R1等於0就是Memory1等於0的意思 那AtR1就是At1 那M等於0就是Memory1等於0 就是R1等於0的意思 OK 好那接下來第六行要寫什麼 要GoToEnd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呢 所以你就知道呢 這個 Else在哪裡 Ren在哪裡 Ren在這裡 這一行是GoToEnd 還沒有到 還沒有到 第八行 這邊 這兩行合起來要做 GoToEnd 這件事 那一樣你要先AtEnd 可是End在哪裡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他要放的是End 然後GoTo呢 GoTo就是Jump 所以就0 JMP 我常會跳到End去 那End在哪裡不知道 可以在更下面 那Ren這裡是要做什麼 R1等於1 那R1等於1怎麼做 AddR1 End等於1 OK 所以你就知道 Ren就是8 所以這邊要填8 就是Add8 然後呢 End就會是10 所以你知道呢 這邊就要寫Add10 我這樣回去填 因為一剛開始 我們上面寫的時候不知道 所以呢 我們就只好先空著 那先讓我們知道呢 原來Ren在8 這個End在10 我就把它填回去 OK 這大概就是 這一段空 我就對應到上面 我們要做的事情 根據R04 有沒有比0大 來讓R1的內容變為1 會變為0 所以這個過程 你會發現很辛苦 對不對 為什麼很辛苦呢 因為那個Label 很難填 而且很容易犯錯 比如說如果你要在這邊呢 再加一些 比如說呢 你說如果這個 那R2呢也等於1 那就麻煩了 對不對 因為這邊呢 還在加2號 結果呢 Ren跟End就好往下走 你要記得再回來 改這裡跟這裡 還好呢 Assembler呢 提供了一個Label的機制 所以 來避免呢 這樣的麻煩 這我們剛剛看到那段Code 那我們說呢 這個8 跟這個10 是很討厭的 因為你 剛開始的時候沒辦法確定 那所以呢 Assembler呢 Assembler呢 其實提供一個機制 那你可以定義Label 就是 就是 At Positive 然後 At End 然後呢下面就定義 這裡叫Positive 這裡叫End OK 那這個Positive 就會 always呢 跟著這個Positive 即使這邊要加兩行 這個Positive 還是這個Positive 所以Assembler自動呢 會幫你決定呢 Positive應該是多少 這個叫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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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呢 我說這一行 它的名字叫Positive 當我講到Positive 就講這一行 那這一行 那這一行被放在哪裡 Positive就是多少 如果這一行被放在位置12 那Positive就是12 這一行被放在位置16 那Positive就是16 這是Assembler會自動幫你Maintain的 你只要說呢 我要 At Positive 然後這邊呢 就是Positive 那Assembler會自動幫你決定呢 Positive呢 應該要填多少 同樣道理 End應該要填多少 有這樣的機制之後呢 你就有一些Label 再來就是說 你這邊是有名字的 不是8啦 或10啦 那叫End 你知道 End應該就是結束的意思 Positive就是說呢 這Condition如果是Positive 那我要執行呢 這一段Code 所以你可以 當Label取名字 整個Code呢 比較易讀 再來呢 因為呢 是這個數值呢 是Assembler幫你決定的 所以呢 比較容易Maintain 這是Assembler呢 提供的一些簡單的機制 讓你寫程式起來呢 比較易讀 而且容易Maintain OK 那實際上呢 這一段Code跟這一段Code 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寫了這一段Code 你試試看 寫這段Code把它存起來 你把它放到 CPU的Simulator 它出現的是這個樣子 你不會看到Positive 你也不會看到End 你看到是8跟10 OK 我覺得這兩段Code Assembler會自動幫你 把這段Code 換成這段Code 然後呢 你的Machine只看得懂這段Code 它不懂什麼叫Positive 它不懂什麼叫End 這一部分呢 是Assembler 幫你去Maintain的 OK 所以如果你寫的是這段Code 你載入到你的CPU Simulator 其實看到的是這段Code OK OK 好 可是呢 這樣子的Code 比較容易讀 也比較容易Maintain Assembler提供了一些 簡單的機制 來幫你呢 讓你的Code 變得易讀 而且容易Maintain OK 好 那這種 瓜糊裡面加Label的名字 我們稱為宣告一個Label 那上面這個 8後面加這個Label的名字 我們稱為 Refer一個Label OK 那這個Label的宣告 只能出現一次 可是它Refer呢 可以Refer很多次 OK 好就像剛剛講的 實際上呢 左邊這段Code 再入到CPU Simulator裡面呢 出現的是右邊那個樣子 這些Label會自動被resolve掉 就跟那個R0、R1一樣 有沒有看到R0跟R1 自動會被你換成0跟1 這都是Assembler幫你做的 OK 好這邊大概就是 我們看到了這個 怎麼樣寫一個 稍微複雜一點的 Hack的程式 其實寫起來 並不是那麼令人舒服 OK 相較於Toy的Assembler 或相較於C來講 這樣的Code 其實並不是很容易寫 而且有點囉嗦啦 OK 好啦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怎麼樣系統化的 把這個高階語言的程式結構 轉成組合語言 比如說 你在高階語言裡面 常常出現這種 if thenelse 你們看到 如果條件成立的話 我就執行Code1 Codeblock1 否則的話執行Codeblock2 最後執行Codeblock3 這一段Code 有沒有辦法系統化的轉成 這一個組合語言 其實可以 這是系統化的一個 大致上的一個寫法 首先你要把這個Condition 算出來 把這個Condition 結果存到B占領器 然後呢 你就有一個 這個Add if true 然後呢 D等於JEQ 這一段Code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D等於0 對不對 如果D等於0 GoTo if true 也就是說呢 跳到這裡去 就是說如果D等於0 以這個條件成立 以這個條件成立 D等於0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 那麼呢 我就跳到這邊執行Codeblock1 對不對 然後End就表示出口 接下來呢 就執行Codeblock3 對不對 反過來講呢 如果這個條件不成立 我沒有跳下去 那我就執行Codeblock2 表示呢 這個條件不成立 那一樣呢 我必須要跳過這一段扣 所以呢 這邊的意思就是呢 我跳過這段扣直接到這裡了 執行Codeblock2之後呢 就跳到這裡執行Codeblock3 如果條件不成立 我就執行Codeblock2 再Codeblock3 如果條件成立 我就執行Codeblock1 再Codeblock3 跟這邊的 If then else的 邏輯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大致上呢 如果你想要寫左邊這樣子的 高階語言結構 你就會出現呢 右邊這樣子的 組合語言結構就是了 OK 這個我們剛剛有看到 類似的結構嘛 對不對 你還記得的話 我們剛剛的Condition呢 就是 R0大於0 Codeblock1呢 就是R1等於1 Codeblock2呢 就是R1等於0 OK 然後我們就一樣是按照這個結構呢 就把它寫進去了 OK 好 接下來我們一樣做些練習 這是我們做的是Flocon做的練習 好 首先第一個 GoTo50 怎麼寫這段Code 首先你要把你的Distination 先載入到A贈成器 那GoTo呢 其實就是0 Jump OK 這個0其實不重要啦 因為你後面寫Jump 你就不管Computation算出來 結果是什麼都一定要跳 所以你寫1也可以 寫S-1 寫那個 D加1D-1都可以 那Computation寫什麼都沒關係 然後你後面是Jump OK 那我們一般都寫0 OK 好的 GoTo50就是At50 0Jump OK 好下面這個呢 如果D等於0 GoTo112 好那這一段首先你要看一下這個Code 有沒有辦法用Computation算出來 那我就要看D嘛 對不對 跟0的關係對不對 D可不可以用Computation 用LU算出來 可以嗎 所以呢 我一開始就寫At112 然後D我就看D D什麼時候要跳呢 如果等於0的話 我叫EQ 如果D等於0的話我就要跳 跳到哪裡呢 A站存器所指定的 現在內容是112 所以如果D等於0 就跳到112執行 否則的話呢 繼續往下執行 好下面D小於9的話呢 就到507 記得呢我們所有的比較都是跟0做比較 所以呢 這個東西你要先把它換成 如果D-9 小於0的話 我GoTo507 好所以你要算的東西是D-9 那D-9是不是用LU算得出來的 不是 所以很不幸的呢 你必須要先把D-9算出來 那怎麼樣把D-9算出來呢 At9 然後呢 D等於D-A OK 那現在D的內容是D-9 好接下來呢 我就要看D 是不是比0小 所以呢 At507 那我看D是不是比0小 D如果比0小的話 就是J LT嘛 如果D比0小 GoTo507 否則的話呢 繼續往下做 OK 好的 下面這個 如果RAM12大於0 GoTo50 那首先你要知道RAM12 是不是可以用LU算出來 因為那邊是跟0比嘛 沒問題 那就是說你要算的是RAM12 那RAM12就是一個Memory 那M是可以用LU算出來 是可以的 只要你把M設好的話 好 所以這個 就是At12 那M呢 現在M的就是RAM12 所以你要比的是 喔不對 不信 因為呢 這邊呢 兩個都用到A嘛 對不對 因為GoTo50 這50也要用到A 所以呢你必須呢 先把這個 M呢 存到D占存器 所以D等於M 然後呢 At50 然後呢用D來比 跟0比 如果呢 大於0的話 就跳到50去 OK 這原因是因為呢 這個 你會用 都要用A占存器啦 GoTo50 這個50也要存A占存器 RAM12那個12也要存A占存器 所以你沒辦法一次做完 你只要分兩步做 先把A設為12 把RAM12呢 摳出來 放到D占存器 再做At50 把這個Jump的Designation 設定好 然後再去看呢 D的內容 是不是比0大 OK 好 那第五啊 第五個例子 你看 If sum大於0 GoToEnd 那sum呢 就是一個變數 所以你自己就寫AddSum 然後呢 D等於M 那sum是一個變數 比如說你在你的Assembly裡面 可以說呢 我有一個Label叫做Sum 一個變數 那存在哪裡 我不知道Assembly會幫你決定 自己 找出一個適當的位置 然後把它叫做Sum 當你以後講Sum的時候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位置 的內容 所以你寫AddSum D等於M 相當於D的內容呢 就是Sum的內容 OK 那是要跟0做比較 所以現在D就是Sum 所以你拿D去跟0做比較 然後呢 你的Distinnation的位置呢 是End 所以AddEnd 然後D呢 跟什麼 如果比0大 就是ZGT OK 這樣可以理解嗎 OK 其實跟前面那個 沒有什麼不一樣 前面那個也就是說 如果Sum呢 當你存在位置12 然後End這個Label呢 其實就是位置50 那麼呢 第五行跟第四行 一模一樣的Call 其實上面這個是 你自己要決定說呢 這個資料在哪裡 位置在哪裡 這比較難寫 通常我會說呢 我有個變數叫Sum Assemble的就幫你呢 在空的位置裡面 他們自從Maintain嘛 知道哪邊是空的 他就把這個Sum的放在那裡 那你可以不用管他放在那裡 因為Assemble的知道就好了 同樣道理 你寫End 那End是對應到哪一個位置 Assemble的自己會知道 你就寫End就是了 OK 好那最後這個例子 最後這個例子呢 比較困難 最後這個例子說呢 X這個Array 的DI的Index 如果小於等於0的話呢 就GoToNext 所以你首先你要先把這個找出來 什麼是這個 你要先去算X Index i X是一個Array 你要記得我們之前 講過Array 在這個電腦裡面怎麼樣表示 這是我的Memory 那X呢 就是這個Array的Starting Edges 那這是我整個Array 那I呢 是另外一個變數 也就是說我有一個變數叫做I 這個I呢 有個內容 這個內容呢 加上這個 這個Offset X加上這個I的內容呢 這個位置呢 就是XI 我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先算出位置 XI的位置呢 XI的位置呢 其實就是X加上I OK 就是X加上I 也就是說你還先算X加上I 那I是什麼 I是個變數 I是個變數 OK 那存在記憶體裡面的某個地方 它的位置呢 你不知道是什麼 可是你知道呢 你只要講I Assembled就知道了 I是多少 因為I是Assembled幫你Maintain的一個變數 同樣道理X也是 相當於要把變數X的內容加上變數I的內容 OK 那加起來的結果呢 就是XI的位置 OK 所以你的Code會怎麼寫呢 因為你要先去做X加I嘛 所以呢你會先去AddI I這個變數 其實把I的位置 這邊做的事情 把I的位置 那I的位置 Assembled會知道 你不用管 你只要跟他說我有個變數I Assembled之後幫你留個位置 才存變數I 由你講到變數I 他就知道你講的是這個位置 所以XI呢 其實把變數I的位置呢 放到A占存器 然後呢 這個D等於M 所以現在D的內容就等於I D的內容等於I的內容 我應該這麼講 OK D的內容就是I的內容 那你要做的事情 是把X的內容跟I的內容加起來 所以下面這一個呢 AddX 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A呢會等於 這個X這個變數的位置 OK A等於X這個變數的位置 那M呢 就會等於X這個變數的內容 這是SideEffects 我把A占存器變成X這個變數的位置 那麼呢 N就會變成X這個變數的內容 OK 好 那接下來我要把X這個變數的內容 跟呢 I這個變數的內容加起來 也就是呢 B加M OK 那這個就是I加X X加I啦 他存到哪裡呢 我把它存到呢 A占存器 因為我把這個當作位置 OK 把這個當作位置 好吧 如果把這個設為A之後 那M是什麼 M其實就是 XI的內容 因為位置已經設成X加I了 就是我的 A呢 指向這裡 那M的就是它了 OK 這樣可以理解嗎 我讓我的A指向這個位置 那麼M呢 就是這個位置的內容 OK 好 那我要判斷呢 我要把這個值拿出來啦 好 A指向那裡 所以A指向這裡 那M呢就是它的內容 那所以呢 我讓D等於M 就相當於把這個 D呢變成SI的內容 好 那我接下來就要判斷D呢 是不是比0小 是不是小於等於0 OK 那我就 所以我接下來呢 先Add Next 把你的target設定好 如果D呢 小於等於0的話 就GoTo Next OK 這就複雜很多 那其實也沒那麼複雜 因為前面這一段呢 就是把你要算的這東西 XI的內容存到D啦 然後面再根據D的內容 決定呢 要不要跳 我答是這樣 好這邊我們大概做了一些練習 那讓你去比較了解呢 在Hack裡面的Flow Control呢 大概怎麼樣來做 那 蠻囉嗦的 為什麼 就是因為呢 你的這個target address呢 必須要用A暫存器 你要存取的變數呢 也用到A暫存器 所以呢 通常你要分很多段來做 因為A暫存器 通常會變成一個bottomake 因為大家都想要用A暫存器 那D暫存器通常就是用來做這個buffer OK 那如果真的還需要額外的buffer 那你通常需要額外的變數 比如說你可以用R0、R1 當作你的buffer 或是當作你的暫存器 或者你是另外A暫存一個 你自己create出來的一個變數 當作暫存器也可以 OK